疫情解封国旅兴起 台中市商圈代表这天备会了台中市政府 双方就商圈未来各项发展来进行讨论 包含了整合观光、文化、产业等共同行销推广 才能有效吸引游客来台之后 而市长卢秀燕回应 台中有时一项经济指标夺冠 要把握商机让台中的商圈迈向国际观商圈 台中市拥有不少知名商圈 包含一中冯甲、丰原庙东商圈等都各有特色 看好异后商机台中市商圈代表这天拜会台中市政府 希望就商圈未来各项发展进行讨论 跟我们台中市23个商圈 大家举行一个座谈会集思广益 怎么样大家一起来拼经济 这是当前国家跟台中市地方政府最需要的事情 过去这几年当中有一个是全国做得最好的 就是台中购物节 那这个台中购物节呢 我们四年举办下来都是全国第一名 而且不但吸引了本地 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到台中市来消费 对台中市经济帮助不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各项的经济评比里面 台中市都拿到六都第一名的很重要原因 疫情解封国旅兴起 为了把握商机市府除了推出购物节等大型活动 截至去年第四季台中 共有11项经济指标夺冠16都第一 市长卢秀燕表示 这一次邀集23个商圈代表集思广益 希望整合观光和文化资源 推动商圈发展 观光产业文化做整体的整合了 可是我们还停留在 以往的商圈行销活动 所以我们目前像我所了解的 今年编列在我们台中23个商圈 今年好像编列的补助经费是700多万 所以今天来拜会市长 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想 恳请文市长就是把这个层级拉高 市府表示去年台中购物节和各商圈结合 举办实体行销活动 未来将进一步 图媒合旅行社整合商圈和景点规划 加强行销推广 让台中商圈迈向国际观光商圈 记者杨宗桓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 加强导 将近期诸多年号